日本网友破防,惊呼新能源落后于世界 媒体痛斥日本汽车博主为 ***贼 最近讲了几期盒子品牌商量下滑的视频 有不少小伙伴开始拱火了 诶,听说比亚迪不是也进入日本市场了吗? 是真的发力还是炒作概念呢? 现在的市场反馈和布局到底是怎么样的? 为了加强这个视频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我特地找寻了日本大V的视频 整理了他的信息观点,加以翻译 并且融入了我的解读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 本期视频花费时间比较长 我自认为也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一期视频 所以斗胆和各位观众大佬爷们先要一波三连 我们先来了解两个背景知识 其一 目前日本的新能源发展的速度和它整个国民的揭露程度都非常的低 整个2021年只卖出了两万台新能源汽车 而且日本的电费是远高于国内标准的 再加上本身需求量小 那这个充电设备就非常的落后也不完善 种种因素之下 日本对于电工车的推广是地域级的难度 其二 比亚迪在日本初步规划了三款车型 原普拉斯将在明年的第一季度上市 海豚和海豹大概率会在第三和第四季度上市 好的我们回到主题 他首先对比亚迪这家公司给出了非常高的评价 他的原话是比亚迪是世界上最强的电动汽车制造商 好家伙这比我还能吹啊 我一般聊到子类话题的时候都非常保守的说 比亚迪和特斯拉是双龙头 但是显然的他要更加的激进一点 先以马上要上市的原普拉斯为例 这款车型出品的价格是440万日元 但是目前的这个政策补贴并没有发布新规 所以大概率还是沿用二年的标准 那原普拉斯这款车的实际的成交价格 就是355万日元 折合人民币大概是18.7万左右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的对比 你要如何理解这个价位呢 首先放眼海外的全部市场 原普拉斯在日本的售价 已经是全球最低之一了 除了运输等等原因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当地迫切的需要比亚迪来搅拘 反向逼迫日系品牌发展型能源 这里再拓展两个点来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 第一 比亚迪其实在日本是有推出月租服务的 一个月税后的费用大概是每月2350元 可能我们直接用自己的收入来对比的话 很难盖得好这个价位的竞争力 那我拿BZ4X来做个对比 这款车型的月租金是5440元人民币 而且使用前还要先支付1.93万的使用费 相当于是押金 而原普拉斯是不用的 你可以做一个试想 如果说现在你在国内要租车 原普拉斯的费用只有BZ4差的不到一半 你会选择谁呢 这里可能会有小可爱在提问了 那比亚迪在当地也是外来车企 甚至是没有什么知名度的 怎么比 大家怎么相信它呢 其实这个不需要太过于担心 目前日本有80%以上的纯电大巴 就是比亚迪的车子 BYD这三个字母 他们完全不会感到陌生 第二 这个价位还在产品力的综合对比 这里我们需要再结合这位博主的内容 他反复拿这个日产LIFXV来做个对比 这两款车型的实际成交价格比较接近 当然是这个日产的低配车型 简单做一个对比不难发现 原版的续航485公里 日产322公里 电池包虽然差着18度 但是充电功率一个是85千瓦 一个是50千瓦 实际的充电时长基本是一致的 另外动力表现也是完胜 用它的话来讲 就是完全是两个不同时代产物 比亚迪颠覆了他们对于电动车的普遍认知 这里他特别提到了一点 日本人对于国产车的固有意向 就是不够安全 质量不够好 更何况的日产的这个车子 在日本也被多次召回了 出现了不少的问题 就让他们对于电动车就更加不放心了 所以他特别拿出了前段时间 原普拉斯在ENCAP的成绩单 91、89、69、74的综合成绩 非常不错 跟日产相当 如果说要挑次的话 那就是智能化略选不足 但是并不影响它作为一款 车子本身的硬实力 注意以上对比的车型 还是日产的一个入门车型 如果说要对比其他配置的话 我就不得不拿出它的顶配车型来看 当然了 它最终的售价也来到了22.7万元 比原普拉斯要贵4万左右 拉出配置表 我给大家简单捋一下 中控屏12.8寸对9寸 原普拉斯有无线充电和电纹门 日产是没有的 主驾驶6项和4项的电动条件 日产是手动的 可开关的全景天窗 日产是没有的 L2辅助驾驶 日产的选装价格要4000元 V2RO充电1.5千瓦 日产的选装要3300元 原普拉斯全部都是免费的 日产唯一的优势 应该是在方向盘加热上 而原普拉斯是没有 对了 还有这个质保也比原普拉斯要多1万公里 再给大家放两张图来看一下 当地的电动车能买到的价格 和它们的一个续航对比 其实简单捋下来就不难发现 原普拉斯在当地的竞争力是非常强的 咱们抛开对于品牌的喜爱和光环不谈 目前日本的电动车基本是两极风化的 一部分是非常贵的产品 比如说BBA的电动车和特斯拉 咱们且不讨论它的产品竞争力的问题 单单是价格就劝退了 至少90%以上的日本消费者 其次面向于大多数人的市场当中 仅仅只有原普拉斯具备超强竞争力 相信从刚才那些对比大家肉眼可见 同级别甚至略微越级的产品中 原普拉斯的各项参数都是完胜的 这就会让原先要买电动车的人 都会优先考虑原普拉斯 而原本要买油车的 也可能会有一部分人 因为电动车产品领的提升 而过来尝试 或者至少愿意租一个月先来体验一下 其实这个根本不难理解 放在竞争激烈的我们中国国内 原普拉斯都如此能打 抛开中国制造以外 原普拉斯在放眼全球 真的是无敌般的存在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 但是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点 咱们国内消费者 买完一辆车以后 基本就可以直接用了 但是在日本并不是这样的 几乎所有的车主 都需要在外购一套设备 比如说车机 ETC 行车记录仪 倒车影像等等的 基本上要再多花去 一到两万人民币 这个咱们可能感知不到 但是对于日本的消费者来说 原普拉斯这些配置就相当于是 直接加了一万多的选装包 在原装的配置里面 性价比就提升了更多 而能够影响比亚迪发展的 基本只有两个 第一是渠道的建设 从明天1月开始 比亚迪就要在日本新建4S店了 注意这里不是城市展厅 也不是体验店 更不是合作的模式 而是自己建4S店 和国内是一样的 而且23年就要开22家店 25年要超过100家店 这意味着比亚迪一定一定 和当地有着密切的谈判和合作 不然的话 这个押宝的容错力实在太低了 而且资金的投入也是巨大的 同时比亚迪还推出了一个非常狠的服务 只要你没电了 全年24小时急救电话 都可以派车子给车主来充电 这也是考虑到了 日本当地这个充电 实在是太不完善了 另外就是最后 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充电问题 这个是困扰日本消费者最大的难题 目前日本当地有和比亚迪进行沟通 是否可以跟更多的公司或者企业进行合作 来开放更多的充电桩 或者在自家的4S店 提供24小时的充电桩服务等等 这些暂时还没有特别具体的进展 需要持续再观察一下 最后给大家看起一个海外比较热门的评论 来感受一下当地消费者对于原本拉斯的评价